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件玉凤线条流畅 风韵迷人 侧身回首 转顾生姿 她属于伤亡五丁的王后 傅好 殷须傅好墓出土多件玉龙 而玉凤仅此一件 也许傅好是当时最著名的女人 在安阳殷须出土的一万余片甲骨中 提及她的就有两百多次 内容包括征战 生育 疾病 甚至包括询问她去世后的状况如何 傅好墓 随葬品非常丰富 七百五十五件玉器 四百九十九件古鸡 铜镜 古书 还有精美的象牙杯 骨客刀 绿松石 孔雀石 玛瑙珠等各色宝石 以及众多小巧可爱的石器 我们仿佛看见一个爱美又讲究生活品质的女性 正如玉凤般 雍容华贵 仪态万芳 作为伤亡宠爱的妻子 拥有这些大概不足为奇 奇的是 傅好墓中还有一批历代后妃所没有的随葬品 几百件青铜武器和一系列青铜锂器 最令人瞩目的是这件象征国家军权的大月 名文傅好 这位王后并不是身居后宫的弱女子 她是参与国家大事 在男权社会中拥有一席之地 以实力说话的女性 富豪生前能争善战 经常主持各种大型祭祀 拥有自己的封地 经济独立 也向商王室纳贡 武丁是商代中期秦政开明的君主 他的时代被称为武丁中兴 武丁朝雄聚中原开疆拓土 毫不夸张地说 富豪打下半壁江山 作为王后和女将 以智慧和实力担当家国事业 博得众人的敬重 他肩若青童 生活中为武丁生儿育女 作为妻子和母亲 他温润如玉 爱武装也爱红装的双面佳人 堪称完美女性的典范 正是这种爱人 知己 占有的身份 富豪三十三岁去世时 武丁悲痛不已 将他葬在自己办公的宫室附近 并在墓上建了想堂 母心宗 以便供自己和后代追思祭拜 紫辈与其他宗族 也为他陪葬了不少重器 甚至有当时的货币 海贝六千八百余美 如此丰厚的陪葬品 留给我们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 因缘巧合 富豪墓在亡灵区域之外 而成为殷区 唯一得以完整保存的 商代王室墓葬 丰富的文字与遗物 让我们有幸认识了三千多年前 这样一位传奇女性 富豪的御凤 恰似她优美的风姿 定格在历史的风景线上 为后人所景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